这个指标超过正常值 说明肾脏已经坏了一半了 这个生命中有一个指标很重要 那么它刚刚超过正常值 这时候你的肾脏可能坏了一半 你知道是哪个指标吗 这个指标其实在我们生命中 很熟悉的 很常用的 就是血肌根 为什么血肌根刚刚超过正常值 你就说我肾功能坏了一半了呢 这还得从肾脏本身的特点说起 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代偿能力 也就是它的荣誉能力非常强 代偿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轮流工作 肾脏平时呢 只有25%的肾单位在正常运转 反过来也就是说 只要在肾脏的功能丢了75%以上 肾脏才觉得不甘重费 这就是说肾脏如果发现血肌根 尿素蛋刚刚超出正常值 超标的时候 其实肾脏已经损失超过一半 临床上还有一些例子可以做出解释 这就是很多人天生只有肾脏 有些家属已经得了尿毒症 捐给家属一个肾 是吧 肾移植 那么现身的人只剩到一个肾 那他活得很好啊 只要有另一个肾的功能完整 就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血肌根也不会升高 这就是肾脏功能的代偿性 由于很多人对肾脏这个生理特点不知道 同时很多医生专家化验啊 检查报告上说肾脏功能轻度受损 而这个轻度受损可能会让患者认为 他的肾脏病刚刚出现 导致这些患者不重视 实际上他的残余肾功能已经下降的不到百分之 仅剩下的唯一能挽救这些残余肾功能的机会 也因为不重视而丧失良机 所以我要提醒肾友们 不要觉得肌根素质刚刚超那么一点点 或者刚刚到达200到300之间 身体也不痛不痒 就不用治 我没感觉 其实这是肾脏不好的警惕信号 此时一定要积极的接受治疗 免得以防这种病情的恶化 挽救残余的身份功能 如果你有肌肝膏 血尿蛋白尿可以给我留言 让我来帮助你